这个就是他们的大肉 今天来的南京这边这家店有点酷 但是生意非常好 你看这一拨一拨的人 看一下这个人是多少 这可刚好是在饭点 这个是啥呀 熏鱼 这个呢 这个是肥肠 这几种都可以加 这是提前炒好 重新再加热一下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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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凉 这个是他们的价格表 反饭同款 这吴亦凡来吃过 咱们每天饭点人都这么多 这个是老汤 对 他们这后边这边也人都做得满满的 这个是大肠一锅一锅的虚仁 哪个是吴亦凡做的 吴亦凡在这个第二个桌子上做着 哇 他们家的生意是好好好呀 这个就是吴亦凡吃的小排大肠 31一份 大肉 我现在在南京这个江南春面馆 这家呢是 听说是吴亦凡来打卡的一家面馆 他们家生意好 不是因为吴亦凡来了生意好 而是生意本来就好 吴亦凡找过来吃的 我专门吃了一碗吴亦凡吃的这个小排大肠 小排大肠面 这么一份是31 里边这个肉还是蛮多的 但其实他们家那个 我看那个大肉面也蛮有特色 那么大一片肉 我现在来尝一口吧 这面应该是碱水面 吃着口感特别筋道 一味一味啊 算一味多少钱 你算啊 平日一个多少钱 不过南京这边真的是啊 好多东西都是偏甜 它这个面也是甜的 能吃到它这个鲁子的香味 唯一就是口感偏甜 有点吃不惯 但是后味还是蛮香的 这个面的口感我也比较喜欢 后味很香 除了如果做成麻辣的话 我觉得更符合我们那边的口味 南方人反正 反正就南京这边 肉的啥的面 竟然都喜欢做甜的 如果是麻辣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吃的 三十一一碗甜的其实挺贵的 但他们家这三十一卖的时间也挺久吧 这家店开的时间也比较长 已经有三十一年了 但是它这里边的肉还是蛮多的 总体来说物有所值吧 毕竟是在南京大都市一碗三十一块钱的面 其实应该在南京当地的消费应该属于正常的 他们家总共四间门面 里边全做满了人外面也做满了人